什么都要客制化 这个客制化呢就是与众不同 这也因此造成了水转印这个产业越来越流行 像手机壳啦 安全帽 插座的面板 它是多角度的 一般来讲呢 没有办法靠一般的印刷术印得很均匀 就要用这种水转印来上色 它的过程很神奇 看起来就像变魔术一样 就是这个大水池能够赋予商品新生命 手机壳安全帽 甚至是插座面板上面的图案 要在凹凸布皮的表面平整上色 就要用水转印皮肤 将插座面板表面均匀喷上底漆 将表面漆晒干后 就可以选择要转印的图案 剪裁好之后 先把模子放到那个水池里面 然后等待它平整之后 再把你要的东西准备下水 小心的将图形放入水池中 图案散开后喷上活化剂 就可以开始水转印 稍微产生气泡 一产生气泡模具就 那个模组就会破掉 就不完成 就要重新来过 就是这个大水槽 长200公分 宽50公分 高100公分的水转槽 只要注入纯水 就能够转印 但还得先将水表面温度 加热到35度以上 但下层水温 只能保持常温 才不会让图案糊掉 如果是平整的东西 当然是最好的 有些东西可能又有许多的角度 那时候就是比较大的挑战 日常生活用品上面的图案 不管有多少死角 只要透过水转印 就能够平滑异常性 介绍管瑞卓一支台中道导 有